我覺得這個蔣萬安也講得很好 他給大家邏輯梳理得很清楚 衛福部現在才說 不排除重啟二期實驗 這表示什麼 表示事情很嚴重 那高端疫苗EUA審查的過程充滿疑慮 到現在不見還沒有送 高端疫苗的病毒株左劑是來自美國 包裝生產包給東洋 二期包給了這家中資公司 邱以斯 那請問一下高端到底做了什麼 對啊 這是個好問題 就等於說他是買空賣空 是不是 我有這個能力 我取得了這個資格之後 所有的這個技術問題 我全部發包出去 生產全部發包出去 專心股價是嗎 換句話說他就是一個白手套 說穿了他假裝從美國買到專利 他說美國這個國家研究的專利 我去查過了 他那個已經不用的技術 已經拿來台灣 好了 那你又被踢爆 說你的左劑 全部通通給美國買了 那你自己沒有生產 你生產包給誰 包給東洋 對啊 當時東洋要進國BNT的話 你踹他一腳 說你這是中資 就搞個老半天 你叫東洋代工呢 是由中國倉鼠的原料 做出來的疫苗 然後找中國的這個 所謂的試驗 臨床試驗廠商來幫你驗證 那當然驗不出中國倉鼠的問題嘛 那你現在達到100萬的 好吧 展結不管政治立場 當時的確有一些人 被迫去打高端疫苗 那我們基於高度的同情 現在也有很多高端戰士啊 比如周一寇不是嗎 所以我今天看到周一寇 我都想到中國倉鼠啊 你不能怪我啊 對不對 我都想到原來這個是 小吃店去做臨床試驗出來 會做不重要 臨床試驗更重要 不要忘記喔 在2020年的衛福部就用了4.72億 去給這個臨床試驗的廠商 25萬的資本呢 可以做4.72億的生意 揚明兄 有這種生意嗎 小吃店生意有這麼好嗎 對只有衛福部護航底下才有啊 蔡委員剛剛也講到了這個大家的一個新生 就是我們看到25萬資本額 25萬的資本額的這個邱宇斯呢 我們看到竟然接到了高端二期的案子 同時呢 台大醫院很多實驗也是委託邱宇斯進行 我請介大使來談一下 台大醫院當然有所回應了 公司沒有辦法選擇這個委託研究機構 就是CRO 所以不管有沒有中資色彩 院方都會做好一生端 該做的保密工作 剛剛這個年輕人呢 腦袋也很清楚 就清楚接到了民進黨政府給他們的訊息 也就是說呢 好啦就算是資料外洩給這些中資公司 沒有用啦 一點用處都沒有啦 又沒有名字又沒有姓名 拿到了也是 你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也不知道該怎麼用 所以就算是洩漏也沒有問題 你看到這些訊息 很容易地進到了年輕人的腦子當中 那台大醫院的回應也是這樣 對不對 那翻成白話文應該是這樣講 不論有沒有中資色彩 都會做好一生端該做的保密工作 那你想想看 連這個邱宇斯進來 我們的衛福部都不知道 連我們的政府機關都不知道 台大的保密工作 能夠做到滴水不漏嗎 還有25萬的資本額 雖然這個陽明 剛剛從這個時間點爬梳 那也覺得說從時間上來講 他不是一家臨時成立的公司 那過去也一直在這個專業上 所以應該是目前看起來沒有太多 我們也不能隨便冤枉別人 但感覺上為什麼 好像我們衛福部接觸的廠商 都是有種小孩玩大車的感覺 像過去那些做快篩技的等等 都是資本額很小 那25萬可以拿下了高端的二期 所以回到這個剛剛蔡委員講的 是不是很多中資的資源 等等給他用 什麼樣的資源呢 他的器材嗎 他的設備嗎 還是什麼東西 那你是不是要把很多的訊息都交出去 所以介大使你怎麼看 25萬小孩開大車的一個概念 然後現在才發現 台大醫院也跟他合作 然後台大醫院合作 也不是一天兩天了 那他是在去年4月 崩了一下就變成了中資 這麼重要 我們醫學界的龍頭台大醫院 我們的戰略物資高端 然後我們的衛福部完全不知情 好可怕 就是這個中共已經方方面面的滲透 我們的政府渾然不絕 其實我是懷疑 這個衛福部有沒有講實話 其實在這些專業的領域 其實能夠拿到大project 拿到大的案子 其實廠商之間大概都熟的 對 不是說臨時冒出來的 我是知道我們國內事實上 製藥業很多的臨床實驗都在大陸做 因為大陸事實上他們這方面也是一個生意 我以前有朋友在製藥界他常常往大陸 很多人在做臨床實驗的 所以像台大都跟這個邱以斯 事實上有這麼多合作案件的話 我覺得邱以斯在業界的話 也是不是一個完全大家很陌生的 而且拿到高端這麼一樣高 大家社會關注力這麼高的一個藥品 然後拿到他的臨床二期 而且這個金額這麼大 我覺得應該也有很多公司在競爭的 那這個部分其實我是覺得 其實你如果是政府主管官員的話 其實你應該對這些廠商 你應該都有些了解 我認為做這個方面專業公務員 他在審核 他在這個行業不是三年兩年 因為介大使在這個公務系統也很久 2021年5月28號跟高端簽約的時候 一個疫苗最重要二期三期 那你二期怎麼做 衛福部不用審嗎 三期怎麼做不用審嗎 那一審的話高端就會講 我是交給某家公司做 聯亞是自己做 那高端不是自己做 那這個時候衛福部是不是應該一個 合格的謹慎的官員 燈紅燈就要亮起 因為你不是自己做 那你給誰做 對不對 那家公司是不是 是不是qualify等等 那就找到這家choice 所以你就應該去 如果說你仔細去看的話 光從經濟部登記 你就可以看到這一行 所以我認為這些 這個政府的官員 其實是最專業的 因為政府主管這些專業領域的 他是看全面的 他有時候比廠商瞭解的還多 就是說我今天是負責審核一個新藥上市 我要給他EUA 那這個這麼受矚目的那個承辦人跟科長甚至副司長 那個都對行業遼如指導 所以你覺得不可能不知道對不對 我覺得不可能不知道 你覺得是知道刻意隱瞞 對 我覺得 但是那時候是陳時中 以陳時中的抗中保台DNA跟他的純綠的協議 他應該聽到這個你知道中資聽到最後一次被賣地 假設他知道的話他應該大力抗拒才對 他應該鶴令高端去換掉才對 問題我覺得民進黨這個政府的文化 就是上面政治的干預非常強 那今天高端能夠讓民進黨政府把他自己的招牌都摘在裡面 去從頭互到尾的話 那這個高端的案子 你一個公務員他能夠怎麼樣 擋不住 即使是陳時中 我都覺得他都真一點畢業 就是鐵了意要高端 但不管他是中資 不管什麼都沒有關係 反正只要高端就好了 根本就不敢 根本不敢就在中間一點反對的意見都不敢表達 上面攪拌的東西 你還有什麼好說的 對 第一個你反對也達不到目的 第二個你反對你還會記上一筆 旺旺水神抗菌液 他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他跟病毒作用還原之後 他是還原成水的 所以對人體包含孕婦對兒童都沒有影響 重要的是他一天用上好幾千次 好幾次都沒有問題 很好奇在哪裡買吧 直接上快點購取